15元一个 我听到15元一个 12元 12元一只 最快送上来 朱长铃是要预先做好的 不是即叫即做的 油膏不要这样的价钱 最想吃的烧烟奶尿虾 都到了 点名一定要用烧烟的做法 各位观众早晨 我有睡醒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九点了 其实我是很早醒的 我五点多就醒了 我很少会睡得这么晚 睡得舒服 就好像我们开的那部车 这个民宿 先不说价钱 价钱很大优势 一百六十五元 小问题都有 但是核心问题 即床睡得舒不舒服 非常好 而且景色也是很棒的 真的可以睡在床上 可以看到外面的开摊 因为又开冷气机 所以没办法 听着海浪声 睡醒就不能够 但如果你关掉冷气机 其实真的听到 都挺舒服 床又够大 枕头又舒服 而且卫生都可以 作为一个民宿来说 住过这么多间 这个算是这样的 有一次在惠州住的那多好 是有几间房 那一次 你们记不记得 惠州什么 我忘记哪里了 是 晚黑得我们 是 就是那个 晚黑得我们 这里就热闹一些 昨晚 昨晚剪片 通常我睡觉之前都会剪片 剪片 剪完之后 留了些东西 忘记下来拿 忘记下来拿 晚上都可以闹闹一下 这里 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先吃一点早餐 吃一点早餐 吃猪肠轮 和泥重竹 就是沙重竹 我就想这样 就在门口外面走出去 很方便 但是小问题有什么呢 最困扰我的就是 晚上这里是没有灯的 如果行人都还可以 行慢点 再不再拿手机出来 好美 我开车 昨晚开车回来 那时不太晚 8点凌晨 9点凌晨 兜了我几圈 兜了也兜不回 找回自己的停车场 楼下的停车场更精彩 好像迷宫一样 我都没见过 这么精彩的停车场 吓死人了 我最反感就是 他们这里没有路灯 这一点很差 这一点 开车你要开到很慢 很慢 这样才可以 但是真是够安静 可以做到静宗大王 又不会说 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你很害怕 但是呢 又走走走 又会见到A 又有其他住客的波 见到这么多车子 还有很多都是在 越伊佛山那边过来的 观看车牌 我说 这里最多的游客 就是越伊 在广州 越伊佛山 就是这两个地方 佛山更好一点 过来这里更快 比我们过来 可能快 最多 差不多一个小时都有 看佛山哪里过来的 刚才我认得 这里走下去 就是停车场 一早又下完一场小雨 我们现在就下来 吃早餐 很多人已经游完一轮水了 在这里走着的时候 早上现在听到很多小鸟 很舒服 这种感觉 就算大家看到 鸟油停着这么多车 都不会很差 空气 我们终于出来了门口 这里也有茶喝 不过我们没理由来到这里喝茶 而且应该不是很大 大碗粉15元 瘦肉鸡蛋 腸粉15元 这里就是度假村里面 就不是外边的村民做的 这个朱长鹿四条15元 都贵的 但是未知 接受不了 虾饺 那些都是15元 但我觉得不可以吃虾饺 有没有泥重粥 我是很想吃泥重粥 有朱长鹿 可以试试特色的海尾 刀切仔 都是出外面 晚上这里的宵夜当 就很热闹的 是的 我们就没有开车了 因为这里停车费都不便宜了 我们出来望了一眼 那里有一间 就只有一间早餐当又开 其他都可能宵夜做得太晚了 那我想这间和鲜猴那间 应该都差不多 在这里 我见它有现场制作 噴烟的腸粉 应该新鲜些吧 但是呢 只有这一间 在这里 看它的样子 跟我们在广州做的 那些猪肠粉 没什么分别 老板在拉腸粉 我们又找到座位 只可惜 我们想吃的东西都没有 连猪肠碌都卖了 猪肠碌 它不是现场制作的 它是预先做好摆到的 我们只是上次在西华路那里吃过而已 今次来到阳光 当然想试一下 我现在吃不到 我要了一个牛腩面 牛腩粉 炒河粉 和鸡蛋腸粉 三样的 43元 一个18元 牛腩面 18元 一个鸡蛋腸粉 10元 一个15元 炒河粉 10元 15元 和18元 那就是43元 这是村 昨晚我们开车 经过门口 都看到很热 昨晚睡得好吗 一般 鸡蛋腸粉 我听见你好像晚上在唱歌 腸粉就到了 鸡蛋腸粉 它是有少量的菜夹在里面 我也试一条 这个是女儿想吃的 我吃一点点 吃这里 游客区也是这样 究竟味道如何呢 不知道 我记得龙春路的 是售11元 其实也挺好的 也挺好吃的 也挺好吃的 我说这个可以做的 不差呢 游客区也是这样的 你和老城区 那些相比 不能够这样 之后 也有米味 还有 鸡蛋也做得挺好 老板娘负责做的 菜不是整条塞进去 是切碎了 猪肠是一条条 猪肠是一条条 等于用一些粉皮包裹 一些蔬菜 肉丝 牙菜 牙菜 挺好吃的 是的 就在里面 但是它是凉食的 但是我们上次是加热吃的 挺好吃的 它做好是放在这里凉 然后后来加热 炒粉 然后就到这个了 鸡蛋炒粉 老板就标榜 虽然卖得比较贵 但是我们这个粉和外面那些是不同的 那我都看得出的了 我对粉的熟悉程度 都看得出这种是有的那种河粉 它不是那种干身 然后浸出来的那种 是有的 其实都不难吃的那些 但是不是就不是 都挺好吃 就是旅游区之中 就是旅游区之中 对得起的价钱 我老婆经常说 港多人做生意 可以收你贵 因为我这里是旅游区 附近没有 我收你贵一点 很正常 但是呢 交工科 其实都不差的 不会说拿些很差的 很差的来给你吃的 这些粉都挺好的 很幼 很滑 很爽口的 很小炒得都很够 哇 开始了 是挺好吃 不错 腸粉又交给我 它那个豉油不会太咸 少量甜口 还有 不知是否关于沿河这边 还是什么原因呢 它们是会有少少蒜蓉在豉油里面 广州很少 很少放蒜蓉 我很喜欢这种炸过的蒜蓉 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 15元 比再开车出去外面吃 说到这里 不过我 很多观众未必会开车 昨晚我们开车回来 我未见过这种情景 是一盏路灯都没有 后期有 后期有 有一段是没有 到这里有 但是都是很暗的 那种纷纷暗的感觉 你只会看到后面那部车的盏灯 就是牛腩粉 牛腩粉 牛腩粉 已经有炆过有味的 有古龙的发焦八角味 都挺好 这个粉我不说 和这粉是一样的 其实这粉挺好 幼身的可粉挺好 老板很开心 跑来跑去 嗯 我吃饱饱的女儿 还在享受她的牛腩粉 还有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真的挺影响我们的 就是上网速度超慢 它始终是一个岛 无论是手机 慢 联通移动都好 以往我这个联通 我有一张联通卡 专门就是用来做流量 我试过极限是可以去到7MB 回到大市区 即是深圳 就算是中山 我都是拿联通卡 来上传影片 现在在房间 昨晚战好了 我今次5点起床 就上传 上传到刚刚半个小时前 上传完一集 真是恐怖 它又不是很慢 它上限是很高 它快的时候可以去到3MB 但是慢的时候 应该这么说 大部分时间都去不到3MB 上去之后 现在又下回 很烦 怎样都好 有好玩又不好玩 因为来到这里 不是玩手机的 是看海 有诗情画意 还拿一本书出来 看一看 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 接下来 我们都是回去酒店 稍做休息 我们大概11点左右 就会再过去另外一边 应该叫大角湾 大概是那个方向 就终止另外一边 去吃中午饭 我们吃完早餐 又来到海上龙岩 不过女儿说不玩 就算了 她喜欢 因为我是不会陪她玩的 不要吓人家的小孩 好玩的 之前 有一次我们来到这里 当时都没有玩 她的心里痒痒了 说了很多年 但是到现在 都是不玩的 是她自己都说不想玩的 可能太小过了 过了那个年纪 这里都安全的 有救生物 看着 而且水其实就不太深 舒服的 如果是跟小朋友来的话 小朋友应该挺开心的 最初五十多六十元 现在 二十五元 对呀 问老板就知道 如果真的想玩 你就不用上网订了 你过来这里看看 老闆会推荐你的 这样 二十五元抵不抵 其实我觉得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那个女儿不想玩 我剪片 剪回昨天无人机那集 看见整个海滩 水上乐园最刺激 最热闹在这里 那边是偏安静一点 但是大很多 没有什么人气 可以说 这里水上设施会更多 在水上乐园旁边 这里都有食物 有水饮 有冰冻椰子 有冰冻 有冰冻 玩到疲惫 可能下来吃少少东西也可以 既然都住得在这里 其实可以在那里 有些食物 拿下来 给小朋友吃都应该可以 在正门进来 一进来 就是水上乐园 另外 就可以走这条天桥 一出去外边 就是海滩 那里就是海滩 我们住的酒店 就是那里 这个位置 这里真的是大 要走的话 都挺吃力的 去杂波海鲜市场 又吃海鲜 因为海鲜吃到饱 以前这条 他们叫什么旅游大道 不是水雨街吗 有条旅游大道 一进来就是这条路 后期才发展那边 发展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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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去这边 那时候 没有那么多这些 发展商 来建那些楼 我们是住民宿的人 当地一些村民的屋 你记不记得 好像有些人 一百元 一百零五块 一百零五块 然后也玩两天 包车赔不包吃饭 再次靠远 搞一個這麼大的水產交易市場 國際水產 出口 充電站 國際人魚碼頭 這裏是魚排那邊 我們未來過那邊 這裏可以出海 從蘇州 全國的車 魚民上岸點出海 海警 水用文化 日水中 水用賣屋 石水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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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